好 可以了 管他的 哈囉 大家好 大家早安 大家好 大家午安 大家好 晚安 你好 我是楚天 我是麥香 對 歡迎回來 欸 麥香沒有收到聲音欸 真可惜 好 歡迎回來 楚天的盧露戰地時間 我們現在在的現場呢 是WIREFORCE SLAMPARTY的第三天的現場 所以現在而言 以現在時間是早上的11點 我們算是難得醒來的人了 是吧 我們算是第一批醒來的人 嗯 第一批覺醒的人 對 我們就是The One救世主 好 不要啦 我們接下來要稍微把握一點空閒時間 聊一下盧石最近改版的新卡 因為大家都還是很關心 這個 我們新卡的 效果 以及大家對於新卡的評價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吧 對 這一次的新卡 目前已經額外公佈的一個是 這個啦 八費三五的這個嘲諷 他的效果是死亡之聲 號召兩個四費或以下的手下 也就是你會從排庫拉兩隻出來 我自己覺得沒有很厲害 因為 你 他今天不是一定招四費 而是叫兩個四費以下 第一個是你四費以下會沒有戰吼 沒有辦法選到好東西 第二個就是 以下的問題就是 如果你今天有一二三費的其他怪的話 那你就會叫到一群小廢物 就有可能會叫到一群小廢物 你必須要特化你的牌組從 四費開始擺手下 那這玩意兒才有 才有辦法打 而且四費還必須要有超標手下 就是像 像薩滿的那個 龍 對 叫什麼我忘記了 我已經忘記他叫什麼名字了 超載的 這樣直接拉出來去避掉戰吼 如果今天 德魯伊有其他負面戰吼的 才比較 厲害一點吧 你說咧 我唯一想到這張大概就只能 死生德吧 喔 他是嘲諷嘛 再拉兩隻嘲諷 比較安全 但是 德魯伊你這樣子 他本來四費之前的怪也少了 然後 四費 基本上現在跳費得 四費之前的怪也大概就只有那個 看守者 找地 找地看守者 剩下好像沒有了對不對 沒有啊 點多塞末日吧 他大概就拔掉就好 前面應該不會 可是末日如果被亞莎拉去拉很危險 是啊 對啊 他那個 應該是就只有放找地看守者 如果要特化變成死生德的話 就放那個 四二三嘲諷 那叫什麼 你說牛頭人 對對對 說剛才牛頭人 就他 就他可以拉的東西 還好啦 就 他有其實有另外一個套路是因為他是死生 然後如果你死生德的話你還可以把 你還可以擺那個 上一次的德魯姬傳說 哈佐諾克斯 欸好像叫這個名字喔 應該叫這個名字 就是他的死生效果是 把所有嘲諷拉回來 對 然後他那個死生可以拉一次 就如果你這個東西拉的是嘲諷 然後你那個死 你他佐諾克斯死掉的時候 你可以再拉一排嘲諷 發費然後 對對對 再丟九費 然後最後再丟 再丟恩洛斯 對 厚到不行 好像很理想 對 唯一問題是937那隻自己沒有嘲諷 呵呵呵呵 但他可以靠恩洛斯 他自己沒有 他自己沒有 937沒有 他是拉嘲諷他自己沒有 沒有 沒有吧 是嗎?我記得有吧 幹有嗎? 有就很強欸 幹我印象中是沒有啊 蛤?有嗎? 沒有吧 沒有吧 忘記 喔沒有 沒有吧 沒有沒有 湯有一次進化賽 有打出這一隻啊 噢 噢 下面一位 好 再來是這一次很精彩的一個 新的傳說 這一張中立傳說 八點教武 八點教武 然後戰吼是交換 與你的對手交換你的牌庫 那 對面會拿到一張法術叫做 Raison Spell 那他的功能是 可以把兩個牌庫再交換回來 這就是我們剛剛前面提的 這一次 最酷的中立手下 中立傳說 牌庫交換 對 就是我的牌庫變你 你的牌庫變我 但是 對手會拿到一張 五費的法術 然後他做那張法術 就是把牌庫再換回來 那我把牌庫再換回來 那我把牌庫再換回來 不行 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另外一個傳說或法術 好可惜喔 我還以為會 一直換來換去 那你要知道這張 有什麼大招 我先跟你提一下 你知道這張大招有什麼辦法 可以擺 可以幹嗎 把牌庫抽半之後再交換嗎 也沒有 那能換東西也沒有多少 而且對面還是可以換回來 沒有現在有兩個戰術 第一個比較直覺 你先讓對手爆牌 然後你再丟這個 他就拿不到那個法術 所以你一定可以爽 你可以拿你的 你可以拿你的牌庫跟對手換 但有時候 你先讓他爆牌 就拿抽牌魚阿 硬抽阿 抽到爆牌 就是你先讓對手手牌塞滿 這是其中一個打法 這八倍 對 這這樣就自然化 就常見的打法就是這個樣子 自然化自然化 自然化自然化 丟這個 然後牌庫硬爆這樣 這可以這樣幹阿 但是這樣幹不一定會贏 因為 你要看你的牌庫最後強度 跟對手牌庫強度 對 除非你組的特爛 現在有另外一個 我比較喜歡的戰術 真的是很酷 你需要三樣東西 這個傳說 對 那個狗頭人國王 這個傳說 潛伏的魂屍 把一費炸掉的那一張 跟什麼東西咧 探索安哥洛 哈哈哈哈 幹這要做到太難了吧 對 第一個步驟 魂屍在手 把牌庫交換 第二個步驟 然後當回直接打安哥洛 然後現在對手牌庫 現在換過來的對手牌庫 就會變成一打的安哥洛 然後對面是你的爛 沒有 然後你自己的牌要組的 全部都是抽綠 抽跟結長這樣就好了 沒有任何一隻怪 也不要有怪 反正你就是所有可以抽 可以加速的事情都做 然後接下來打交換 然後把它變成安哥洛 現在對手有兩個選擇 第一個 接受回去你的安哥洛的牌組 或是拿現在那個爛牌給你打 那如果他換回去呢 你就像魂屍把牌庫炸光 oh my god 十分 好 好靠背喔 十分 這只有靠背可以形容耶 十分 缺點只有一條 對面如果手上有魂屍 那就是你先爆炸 呵呵呵呵 就換個屁阿 我直接先幹爆你全家 先搞爆你全家 對阿 十分 好想玩玩看喔 對啊 Dream Combo 這個說不定可以 可以 可以在某些體系外掛 就有些人討論 就是 王守戰到底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外掛這一套 因為這一套也才三張阿 就 也不一定三張 因為王守戰要放魂屍阿 對阿 他打德要放魂屍阿 欸 要嗎 要嗎 要啊 不然解不完 本來就是 他這樣子可以洗爆 可以洗爆對面 然後 你只要再額外改兩張進去 你就可以幹這種 大招 但如果你 大招失敗呢 你就會直接死亡 不用赫米特阿 為什麼要赫米特 你說 安哥洛佩 喔對阿 自己探 不是阿 你赫米特對面不會跟你換阿 你當對面傻比阿 pel 怎麼被迷特阿 阿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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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下一張 不管了 看不懂為什麼要喝米特 然後 接下來是 這都是救的嘛 加強陷阱 這些盾 呃 這個是新的 Silver Vanguard 就是 兩百先鋒 七椰叫珊珊死亡之聲 這個 號召一個巴菲手下 我覺得我比較喜歡的是 他是一個 欸 等一下 沒有拍到 733號召發費 我唯一喜歡的一件事情是 它是一個 確定號召發費的東西 先炸完自己牌庫再丟國王 那對面換過來你就輸啦 喔 你說 喔 幹 也可以啦 你說換過來 那你四張都要在手上 先炸完自己的牌庫 然後打交換 再打恩戈洛 那對面換回來你也不一定會輸喔 是嗎 不管啦 先繼續啦 那 我唯一喜歡就是 它是一個確定叫八費的牌 就是它不會往上 也不會往上也不會往下 所以你一定可以調整出 你的八費是一個叫很強的手下 那確定是什麼呢 超級貴 超級超級貴 一個七費叫33這個價值 非常非常的 我覺得 不夠好 不行打 它唯一現在比較有機會是什麼呢 你要想辦法複製一個死身啊 就是獵人那一張 那個聖流暖泥怪 或許可以 聖流暖泥怪可以換 可以複製他的死身出來 然後叫一隻大招 或許比較能打 但如果大部分的這種 大部分這種情況下 我覺得你還是用獵人自己的傳說就好啦 你用那個 Winter Winter 冬什麼 冬 冬 那一個 然後你直接叫野獸就好啦 反正你八費大招也都是野獸 你不會有 你也很少有其他的 非野獸的大招 好 下一個是這一次的牧師傳說 叫 TEMPLUS 甜不辣 不是 TEMPLUS 騎臉叫溜溜的龍 然後戰吼的效果是 你的對手 先獲得多一回合 就 連續進行兩回合 不是 不是多兩回合 是 多一回合 然後再換玩家 再換牧師自己多一回合 是一個 特別反過來的 Tie Warp 就是 反過來的任務法的那個效果 就是 先給你一個任務法 對對對 就是 對面先爽一回合 再換你先爽一回合 好 風險好大喔 他現在比較可惜的就是 他不是一張法師卡 如果是法師卡 做完又有十分 就不用看了 你就吸回下這個下冰箱 對面下一回合必死 對 如果你是任務法的話 你連任務都不用解 你就全速抽率 然後你只要掛冰箱跟下這個龍 對我就死定了 對 他這個東西沒有到完全沒有用啦 他的重點是什麼呢 你的 理想情況是 你做了這隻龍 的兩回合內不能死 所以你可能 第一個情況是 你必須要用末日清場 所以等於對面只能打到一回合 就算20顆水晶 對面只能打到一回合的怪 就是一回合的怪可以踢到你的臉 就你先末日之後下TEMPLUS 對手這一回合是空台嘛 那對手這一回合空台鋪場 他空台鋪場 在額外一回合之後才可以打 那如果他是薩滿類 當然會比較麻煩 因為薩滿還可以做 開嗜血這種額外傷害 另外一個打法呢 是你先開一次末日 清場之後TEMPLUS再下末日 等於對面只有一回合的水晶 你可以想像 我說下這隻再丟末日 就我先末日清場 末日要兩連回 二連殺 就是第一回合先下末日 如果他可以清到場 或是你用法術清場 然後接下來下一手 丟這隻龍再下末日 就一起這隻龍跟末日一起在場 欸剛才這樣沒有用欸等一下 這樣沒有用欸 輪不到自己 對啊 不過至少可以確定輪到自己場上 對面場上是沒有東西的 是一個打法 但我覺得還是很困難 真的很難用 這個要做起來 也不好 也不好贏啊 這就是主要是因為有太多爆發的那個回合 有太多耳外爆發的手段啊 比方說有咆哮或是有嗜血 沒有我丟末日是為了讓自己回合 可以 可以連二回合我空台 對面不會解末日啊 對面對面如果解末日就開心了好嗎 我就是不要被打死欸 他到他解末日我等一下弄 我等一下 這句話是三小 我等一下可以灌他兩回合欸 這次這才爽好嗎 所以通常應該是沒有 現在還要找到開發方式啊 然後58COMBO是一個 不能彈的情況 因為他現在就是這樣 那等到他退標之後 你就要 對啊他等到接下來他退標之後 你沒有58COMBO你就要想 你就要找別的招式才可以上場 不然怎麼不然對啊 而且另外最後的價值就是他是龍 他可能可以用別的方式找出來 或者是 欸沒有啊死學家也沒了 或者是有其他搭配空間 那就不知道 看接下來發揮吧 下一張是這個 這一次英明神武的一張牌 對下一張是薩滿傳說 6點叫七七 他的名字好長喔 我忘記了 Granbo War Shaker 和地者 和 和 和 仕者 戰吼把你所有其他手下都 返回手中 然後他們的費用全部都改成1 好強喔 前輩他太效果 真是 不懂 不懂是什麼呢 他怎麼可以 6點叫七七 理論上要有一個負面戰吼才對 對 但他的戰吼居然回首之後 還可以給成1費 咦 10分 10分 雖然最後可能沒有屁用 最後不一定有用 但是 單看這張牌的 現在的可以做的事情 就10分 有啦如果全部回首 但是 沒有減費用的話 他可能會變成一個 688或99之類的 就你下的話 旁邊球怪都要回首 戰吼是負面嗎 不一定 我們應該換成另外一個解釋的方式 這個 這個解釋我覺得比較能接受 7點叫七七 重新觸發一隻手下的戰吼 對 補滿血 然後觸發另外一隻手下的戰吼 就這樣 對 因為等於是你可以7回 他的重點就是你不要準16回下 沒有人在準16回下的啦 除非你什麼都沒有才會6回下 因為正常情況下 你應該是7回或8回 下他之後 回另外一個東西 一費直接再打 像是你回一隻戰馬 重點是回戰馬 回戰馬應該是最恐怖的 或者是回其他元素的convo 因為他自己是元素 他是元素 更強 還可以額外拿 對對對 你拿到元素 比較厲害幾個 一個是 拿到元素減費 你知道嗎 藍 有一個叫藍什麼的元素 你所有元素都減一費 然後我看了非常多的討論內容是什麼呢 我覺得下這隻很虧啊 我要把廠商全部的廠 等於我要把全部的廠優都拿回來欸 為什麼我要這樣做 我覺得這樣傳說不行 我的心得是 你有廠優了 可以不要下同學 菜雞 到底不一定是菜雞啊 是有這種情況 比方說 他怕對面對鋪場的時候 就是對面你的廠 你有廠優 就是你有怪 可是你的我 你的怪沒有對面強 你的怪沒有對面的 就是 也不是對面 比方說你現在六回 但是如果你不下這個 對面下一回丟個阿亞 或者什麼 你可能檯面會有幾 有機會輸 大概只有這種情況 會需要斟酌吧 其他情況下 我覺得就下啊 對啊 這玩意兒真的是很厲害欸 不能算 已經沒有 沒有副作用或真相左右 反正就是超 就是厲害 我覺得就很厲害 大概 可能真的是 可能沒有到十分 十分卡幾乎都會給 中立 或者是無條件可以下的 職業法術 或傳說 或手下 隨便 對 就這樣如果我們把爆 一樣回到原點 就是爆破博士還是可以給十分 因為爆破博士就是一個 你百分之九十的情況下 都可以下 對啊 但是薩滿這張還是會需要看 一點點的情況 對還是有一點點的情況 而且他是職業的 他不是中立的 就稍微可惜一點 可惜 一點 嗯 好 下一個 這個 spy for summoner 六點叫四四 展示 從你的排庫裡面展示一張法術 從 召喚一個跟那根法術同費用的手下 咦 怎麼看 再說一次 六點叫四四 從你的排庫展示一張法術 那張法術幾費 我們就叫一個相同費用的手下 是額外叫的手下 就 對 隨機召喚 靠賽 沒有 欸欸欸欸 需要 完美的特化 就你排庫 只放八費以上法術 這個好 我有想過一件事情 獵人做不做得到 獵人嗎 我只放八九 欸八也沒有 我只放九就好 我整副就放野性呼喚 或者是我打一個 我打一個 入術 我不放魂火 我整 欸 因為術士可能可以做得到 我就只放有區虛空 你說 幹 人羞沒屁用啊 我沒有要他有屁用 我只拿來翻而已 或者是 德可能不行啊 德法術太多啦 你德完全不跳費打 應該 會不見吧 我想術士可不可以 因為術士可以打一個很接近純手下 青王術 可以打得很手下啊 青王術的法術有什麼 魂火魂火 欸 魂火魂火 欸 幹 想不起來 不然想不起來 後面還有什麼東西 但我覺得這招可以啦 我覺得這可以考慮啦 就 你只擺六根 你只擺八跟十嘛 對不對 不行就直接翻一個 翻一個不是翻一個八 就翻一個十啊 這樣實在是很厲害 前面的街上法術也很重要 我在想是動火班或擊殺能不能拿 但是後來 嘖 覺得還是不行 就他需要一個很大的啦 就他一定要 一翻就是要大招 十影就不擺了啊 魂火都不擺了 還擺十影 擺精靈弓箭手啦 我覺得可以 我覺得可以策劃 我覺得可以 可以考慮 真的是可以考慮 你如果是六點叫一個四四 一個十十 我覺得就屌包啊 嗯 好 可以 他唯一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因為他後面那個也是隨機的 所以今天你八八 現在這個版本可以翻一些垃圾 就像說翻德魯伊那一隻 八點叫三五 對 你已經say好八跟十了 然後你 你 十好像 十沒有落者吧 十最爛就克蘇恩也是六六啊 然後你如果八翻一個 翻一個那個德魯伊的三五 你就會覺得這遊戲有點難玩 下一張 這個 這講過了嗎 這個 講過了這一開始就有了 這個不用講 這沒什麼 德魯伊這把講過了 世界樹的樹枝 然後 三拳一講過 龍講過了 複製 欸這 這講過了 新刀 錘子 隨機錘 這張很難評欸 這個 聖騎這一張 未鑑定的錘子 三點叫二 效果是 當你放進排庫 抽到的時候 會看到他的效果是什麼 有三個 一個是 你的 裝備的 戰吼的效果 你裝起來的時候 你所有手下獲得 嘲諷 另外 第二個效果 你裝起來的時候 所有手下獲得 聖盾 第三個 欸有四個有四個 第三個是 你所有手下加一攻 第四個是 你叫兩隻小兵 就這樣 叫兩隻小兵 也太爛了吧 沒有吧 全部獲得嘲諷 是最爛的 嘲諷還好 嘲諷還是有 他 叫小兵 就還好 叫兩隻小兵 就 叫兩隻小兵 就那個啊 就 整裝備戰啊 對啊 就整裝備戰 就三倍啊 你可以接受整裝備戰嗎 可以 是可以啊 可以就可以 以為可以啊 我覺得聖盾度比較強 哎 你手下都有 聖盾最強啦 聖盾真的是 無 無...無...無庸置疑的強度 枕裝有三隻 但枕裝的武器只有兩...只有一攻阿 這有兩攻阿 他就是一個奇怪的枕裝備戰 他的問題就是你不知道擺進去的時候到底會是什麼 就你只有抽到的時候才知道內容是什麼 他可以放兩招嘛 就可以曬兩次阿 你如果兩隻小兵就枕裝備戰 嗯...小兵...我覺得小兵不到爛阿 嘲諷真的是很看情況 嘲諷或加攻真的是很看情況 所以...就這樣阿 這個...這個評價大概是... 可以放 但是... 是...五分六...五分六分吧 就是... 他就像那種隨機的效果的...的東西 你...他出現的結果不一定是你期望的結果 甚至不一定是你排主要的結果 如果你打一個新兵類型的套牌 你... 不一定想要拿到... 嘲諷或... 不一定想要拿到嘲諷 我覺得小兵掛嘲諷 就是...擋一下而已 可是... 沒有聖盾或是...加攻的效果好 然後如果你是打大怪型的套牌 結果拿出來是兩隻小兵就變得很奇怪 還行阿...還可以用阿...就還有可用空間 好...下一個是... 本次... 目前公佈到現在... 法師... 呃...最強的秘密 對... 無庸置疑最強的秘密 欸幹...沒錯... 這一個... 這個...爆炸符文...三點叫 在你的對手召喚一個手下之後 對那個手下造成六點傷害 多餘的傷害會灌到對手臉上 好強阿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就是... 法師的法術也會有践踏 呃... 践踏... 践踏... Tremple 欸...馬了...Tremple就反對了 好吧 他的... 他的這個東西... 我知道... 大家想知道出秘密的重點是什麼嗎 出秘密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 你必須要讓他... 讓玩家有兩個以上的情況選擇 像是... 聖騎最明顯的就是... 你有一隻... 對面有一隻怪 你要解掉這隻怪 你有兩個打點 你要大的先打 還是小的先打 對不對 如果是光榮犧牲呢 你就希望小的先打 如果是救贖呢 你就希望大的先打 欸... 這就是一個人生很難的抉擇 不然你在解對方的怪也是一樣 然後... 哼... 爆裂符文就會變成一個跟... 鏡像體... 互相選擇的秘密 而且這兩個在秘密法裡面都會出現 所以今天如果對面蓋了一個秘密 如果你想要測鏡像體的話 你就要先下小怪 可是如果你要先測爆炸符文的話 你可能要先拿... 比較能坦的怪 對... 不然可能就會發生你的血 你的血直接不見的情況 如果是... 我看一下... 呃...如果是聖盾的話 目前聖盾的規則跟... 践踏一模一樣 幹...可是... 大家不知道什麼是践踏 好吧... 如果你的聖盾怪是一血 那他就是打... 呃... 打剩下五點 就是... 他... 他會扣掉那隻怪的血量 剩下踩在你臉上 對... 他不會全... 聖盾不會全部吸收 但不知道他們會不會改啦 我覺得應該會改啦 我覺得應該會改啦 就這樣... 他可以單點... 他可以最低血量把聖盾點掉 然後剩下會打在那個玩家臉上 誰? 你們隊友我幫你找了什麼 有一個非常完美的隊友 我幫你找了... 奶雪 還有... 可... 算你厲害 可以可以可以 還有... 正妹啦... 對... 然後... 小仙應該有一個... 喔... 那三點... 三點嗎 三點可以好 好...ok... 謝啦... 期待...期待... 等你們過來 然後... 然後什麼... 當對方打出來召喚手下 打出手下才算 沒有秘密... 欸... 有秘密... 應付在招... 沒有... 應該是打出手下啦 好啦... 這邊下一個... 對... 總之這個... 這個秘密應該有七八分吧 因為他是一個玩家需要選擇的秘密啊 需要斟酌的情況 超強 超強 嗯... 能灌六點傷 能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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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發... 三費... 可以灌掉一隻手下外加灌傷害 我覺得已經是... 沒有辦法...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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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庸置疑的強大了 好... 下一個... 這個是... 神燈精靈 三點教二次... 三點教二次的元素 在你回合結束時 替你的英雄補3滴血 補3滴血是這一次一個非常特別的設計 因為... 聖騎的... 法術時是需要... 一次補3滴血的 補3滴血才可以升級的 那就是沒有條件的... 光明引路者 是嗎? 嗯... 就是... 原本也是帶秘密才可以補血嘛 然後這個是無條件可以補血 好強喔 可能就一般吧 他也是那種... 他就是中規中矩的那種牌啊 可能競技場或什麼會看到 他就是一個... 那如果快攻...快攻很多 這張就超強的 哦...Anti快攻 因為他下來... 是一定會補血 他有點像一個... 固定跳3滴血的... 那個... 你試了嗎? 還沒啊... 聖夜幕... 哇塞... 喵麥 哺罵 讓我們謝謝火雞男子漢 現場投內一份披薩 太爽了 吃披薩囉 沒有他就是一個固定可以回3滴血的聖夜幕師 因為他就是... 每回合結束時你一定會跳3滴血 然後對面還一定要解 就跟心裡脫空 對,你不解,他一定是每回合自動回3D血 幹,不用走啦,我們今天就在這邊當個小... 哇~~ 哇,有兩層耶,給大家看一下 太爽了吧 有沒有,這裡有一層,底下還有一層,太爽啦 剋了他 找一個平台 講到哪裡啊,我忘記了 喔,就這樣啊 他也是,他7分啦,他不用配 他是一個,大部分情況下都有用 只是不夠有用 就是不夠針對型的一張牌 好 再來下一輪呢,是... 這個... 一張新的中立卡,叫Long Champion 孤立勇士 是嗎?獨立勇士 是... 我的...乾爹董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可以... 3D叫24,如果... 如果... 戰吼的時候,廠商只有他...呃...只有他的話 獲得嘲諷聖盾 就是...小日行者 獲得嘲諷聖盾 對啊 只有他的情況下 普通,我也覺得普通 因為... 除非你可以... 講...因為對面要把你全部台清掉 壞弓也不一定會這樣打 然後另外一個是 如果今天你...你...你已經下怪了 你才抽到這個的話 你也不一定可以把自己... 你怪或許可以解對方的怪 可是你不一定可以把自己的怪送掉 去拿...他的這個Bonus 所以你要完整發揮他的效果 呃...我覺得相對之下有限啦 他可能在競技場會有點像 會跟344的那一個... 全場冰凍的那一個...呃...不是 冰自己怪的那一隻 卡三費,接近三費的位置 就是...這兩個在三費都非常的強 24聖盾...24聖盾在交換可以獲得吃到優勢 然後344是體質上會有優勢 就這樣 可能競技場才會放吧 不會進口 看...剩下就是看接下來的快攻多不多啦 如果快攻多 可能有機會擋 下一頁... 下一個是...Roming Cobalt 就是...不知道到處跑的德魯 到處跑的口頭人 三連教一三 戰吼可以把... 三連教一三戰吼 把...你...其中一個摧毀的武器 返回手上 然後現在有一個...不知道的內容是... 自己把武器敲完 算不算...呃...被摧毀的武器 但我猜應該是算 所以...他的...功能可以拿來幹嘛呢? 可以重新再... 重新再裝一把阿泰斯之杖 或者是重新再裝一把... 雙之哀傷或者是灰燼使者 只是比較... 小小可惜是因為他要費用啦 就是那...你還是要花費用 把那把武器裝回去 我... 不然... 不好... 爛... 雙之哀傷 他不要這麼緊張 阿這個沒有優勢阿 你吹我有武器,你還要再重點裝回去 所以他這把武器的效果是搶到第一天這種 注意跟那裡聊天室的訊息 有阿,阿他一直阿 賣地魂的一把 就是有這把 他還要再做裝的這個動作 就有點好 不是那麼優阿 阿太是幾費喔,三費 阿太是只要三費 三費吧,我記得是三費 因為主要是其他武器回起來的價格都很高啦 像 戰士DK那把武器要八費 我記得是八費 所以就變成了 如果你回的是某些很貴的武器的話 那個你重新再裝的那個費用不一定值得 他必須要裝一些很便宜的武器 效果很強的武器才厲害 這個環境的傳說武器還沒有全部公佈 所以傳說武器也會影響這張牌的出場表現 所以我們先期待他未來吧 我覺得是有潛力的一把武器 不是,有潛力的一隻手下 尤其這是一個傳說的環境 傳說武器的環境 然後也是一個大家都會帶拆武器的環境 所以如果你今天可以拿到第二把傳說武器 或許可以 有 還在排庫有不一樣的作為吧 好,下一個 暗影舞者桑牙 是嗎 盜賊的傳說 3點叫222 在一個友方手下死去時 把 複製一個 有那隻手下的 一費一一的版本到手上 手下 只要就是在場上 只要有手下死掉 就會叫一一的回來 然後變一費 對啊 就會死的那一隻一費 很強耶 這是 這是 不知道的看法 但是很好 欸 原來這塊是一洗的 這張牌的特色就是 有些人 有些人想到一個招啦 就是如果對方場上有怪 你可以 快速的 用任務賊 讓任務賊的任務 因為你可以一直撞豬啊 撞到直接開起來就好了 欸 對啊 有狗龍喔 可是你前面可能可以按閃 或先下先回首 但是如果你要問我對方牌的心得喔 我覺得 你撞完之後可以拿兩張回來就 拿一張到兩張回來就不錯 任務賊 八回做任務 做完任務 我覺得都還太 一樣是太慢啊 你現在 改版五次你 你八回還是也有可能做完任務啊 所以我覺得你要 委託 靠一個傳說拿到 做八次任務 我覺得沒有那麼容易 再來是 你必須很 有 把怪送掉的 呃 那要能夠把怪送掉 這玩意兒才可以 觸發 所以如果你今天下的東西 是那種標準體質的 大的怪 有時候對撞 你不一定換得 呃 能把怪弄死 所以一個情況是 打小怪流的那個 啊 青王 青王體系不知道能不能用 因為他另外一個副作用是 會把那隻怪壓成一廢一一 可是 青王體系的怪大部分也都是 這個素質 只是主要是吃其他戰狼的效果 你看你拿回來一隻一廢版的 虎爛海賊 他還是虎爛海賊啊 你拿回來一隻一廢版的戰馬 他就是戰馬 一廢加四加四嘲諷 他牆都爆炸 好爽喔 他有 搭配空間啊 就是包含 一廢這件事情可以 也可以放大招 就是 一回合打出超越一個 超越十顆水晶的價值 因為你壓縮了手下的費用 就跟大地的功能一樣 所以應該是有發援空間 7分啊 6分 6分 6.5到7分 好 下一位 本次最強傳說 欸我這個講過了嗎 我也忘記 周拉的Gorgon 就是 這個 蛇法妖 蛇法妖 效果是 戰吼 選擇一個有方手下 把一個 金色的版本 放到你手裡 10分 好 金色就是10分 好 有兩張傳說可以用欸 這還不強 要想一下 什麼都有用 也必要求有用啊 他只要能 能這樣配就 你吃了 你吃掉 還有我的 欸 做我的 這張牌非常簡單啊 不一定要拿兩次傳說 或是任何東西啊 你只要拿回廠商一個可以 重複利用的戰吼怪就好了 因為 他拿回來 他不是拿回來 他跟熊貓 最常見的是跟熊貓比較啊 他跟熊貓比較的結果是 熊貓會把那隻怪砍掉 沒有砍掉 沒有砍掉 反正就是拿回來 你等於場上會少一隻怪 可是這張牌 並不會喪失你的場優 就是你那隻怪還是在場上 然後你可以額外拿到其他比較強的戰吼 剩下當然就是 可以觸發某些 傳說的價值 最後是 有點像任務法可能會有的 我指的不是任務法擺這個 而是你今天需要第三隻 或第四隻某隻怪的時候 拿這個玩意要可以幫你額外再印翼之初 可以拿到額外資源就是強 他比熊貓靈活啊 當然啊 這玩意要傳說耶 這玩意還要閃費耶 這馬好像整套都是任務賊的材料 就起任務賊 然後 新的有什麼啊 盛奇的法術石 盜賊的武士是 他的效果其實跟盜賊的武士很接近 可是盜賊的武士是 要 盜賊的武士是 愛你十八者要五費 五費跟三費 同一回合能配的東西 其實是有差的 對阿 你能同一回合做出來的事情 還是會有差的 就是你同樣要留怪之後可以做的事情 因為 理論上你如果要成功複製的話 通常都是一回合打 就是 下怪跟複製要同一回合 因為如果對面解掉你就很難複製到你想要複製的東西 好 下一個是那個 上面這一張 這個盛奇的法術石 效果是 招一支 二二的 英靈 招一支 二二英靈 附帶嘲諷 就 FGO FGO 然後 獲得 痾治療3D血可以升級一次 升級之後是叫四四 升滿是叫六六 兩倍叫六六超過 就 甲拉克是不是領主 沒有阿 很強 他很強阿 他沒有欸 這張很尷尬欸 這張最尷尬是什麼呢 補血齁 對 補血不尷尬 重點是他的要求是 補3D血 補3D血是什麼意思呢 你的陣營技能兩下要打完 才能補到3D血 因為你是二二阿 對阿 另外一個是那個 另外一個是那個 另外一個要靠的是那個阿 聖騎的那一張二四星 新的 新的那一隻才可以 才可以把那個 一次 才可以一次回3D血 所以你要找到一次回3D血 才可以升這一把 靜咒治療最完美的嗎 蛤 靜咒治療最完美的嗎 顧神的 還不會阿 還沒阿 可是靜咒治療補一次 只算升幾次 就你補9D也是身體師而已 就是你補9D也是身體師而已 它是這樣算的耶 對 因為德魯伊這張牌出的時候 它就有說 你一次獲得了護甲 一次獲得 就是你用 開跨遠路器 一次獲得6點護甲 一樣是只會 一樣只會升一等 你知道 升幾號一次3D還是可以累積2加2 可以累積2加2 那這張就要配那個阿 然後還有一個要求阿 這張牌要在手上 但 這張牌的好處是 你沒有升級打 也沒有到 非常虧 因為像薩滿那個7費複製一隻 我就不懂 這個代價算起來是有點高的 那個他超載不知道是什麼 沒有他沒有超載 7費那個法律 可是薩滿那個是7費複製一隻 然後超載升級 對啊 那就是他超載才升級 對啊 然後升級之後是7費複製兩隻跟三隻而已 不知道 不知道那幹嘛 不錯啦 中規中矩啦 應該也是6分吧 我給的都很基礎耶 都沒有一個了不起的分數 應該不會進夠 感覺沒辦法進夠 太普通了 然後接下來是 法師的這個吧 小型紅寶石的法術石 非常非常像火山藥水 他的效果是2費 隨機放一個法師法術到你手裡 然後 你打出兩個元素 可以升級一次 會變成給你兩個法師法術 然後滿級就是兩費給你三個隨機法師法術 滿等就是書本 這有元素嗎 這元素法會放一個 DK阿 DK可能不行 要打出 所以你 叫水 你用那個點出水元素不算 這張就是元素體系的東西 普通 我覺得這樣其實可以接受啦 他其實就像是一個 呃 不能選的雕文 如果你是任務法 你做不定還是可以丟啊 你是任務法 你做不定可以不用打 沒有大的書好像還是要排 不然張術 你可能可以調張術 因為 這個你只要打就是一張額外法術 然後你 了不起你可能可以拿到 雕文 或者是拿到自己連裝 有自己 自己開到自己的 小 小的 小的紅寶石 剩下如果要打元素的話 有幾個啦 一個是 那個 元素法四 四五四有一張 真氣奔騰者 會叫一隻 會給你一張那個打二 然後那個打二裡面會給你一張火焰元素 李登輝元素 要被告了 完了完了完了 完了 眼裡正男元素 大家不要說是我說的 好 下一位 好這個 Raven Familia 那個 烏鴉 烏鴉魔蟲 烏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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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點叫二二戰吼 呃 兩點叫二二長槍禁忌 翻一張法術出來 誰的法 如果你的法術費用比較高的話 把它抽起來 就是 是大象 對 可是比較爛 因為要特化 其實大象是加減翻的大象是標準體質啦 因為大象是3 2 可是這隻是2 2 然後 第二個是 你要特化脂肪大法術的話 又 沒有他如果你要特化脂肪大法術就是配上面那一個 配64那隻去翻大招 可是這又是一個法師的職業卡 然後法師如果你低費秘密 二費都不擺 其實有點拚命 那如果你是想要綠秘密的話 你現在有 你還現在有秘法學徒可以擺啊 對不對 靠帥 靠帥 不好帥 又不好帥 字幕有靈魂的 完爛了 好 我覺得如果沒有秘法學 秘法學家的話 這玩意兒可以用 如果有秘法學家這玩意兒就沒辦法打 就不夠強了你會被排擠啊 對啊就像邊緣人邊緣魔蟲 下一個 好這是最後一張剛剛出的 是法師的最新的一點角 一點角一二每當你施放一個法術時 獲得等同於他費用的法 的護甲 Raven不是 Raven跟烏鴉跟杜鴉不一樣 喔好像 好吧算了 護甲 護甲 兵法內戰 有答案了沒有 我覺得這張牌很像又是 現在這個版本其實給了每個職業盛宴牧師 就是給了每個職業一個 可以回血的手段 然後 對面是必須要處理的 聖騎拿了一個回合結束時補山 法師拿了一個 這玩意兒可以直接幫你大量回 沒有到大量啦 有機會回血的 戰的牌 但在兵法裡面的缺點是 這玩意兒 不加速抽牌 也不是傷害 所以 有沒有那個空間放他大概是比較 尷尬的地方吧 有可能就是 因為他是一費元素 所以 加減打說不定 可是元素理論上是以 手下推動的 一副套牌 不是法術 而且 那個 然後是打戰場 所以那個法術的表現 到底需不需要那個 那個 到底需不需要這麼多法術跟護甲 其實 I don't know 再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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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結論就是這個樣子 這太難了 盛艷幕那麼大 這隻又戰不了場 重點不是戰場 重點是要回血啊 重點 我重點就是要一個回血的能力啊 感覺好像能做事 但好像又 又很難做到事 做事又有 而且他跟聖焰也不一樣 護甲大於 護甲大於聖焰啊 護甲大於補血啊 因為護甲隨時都可以補甲 補血要實際扣血才可以補血啊 就像牧師內戰三隻血都是假的啊 一回合就掛了 一回合 對面多拿兩個0 一回合就爆炸了 灰蟹也沒屁用 護甲才是真的有用 而且還有搭配的問題 好 就這樣了 整體而言 還行啊 到目前 到目前有沒有出現 實際的廢卡 就是完整的廢卡 有耶 幹 這個實在是很期待到底怎麼做 到底術士要怎麼玩這個 玩這張牌呢 看術士的傳說武器有沒有辦法做一些大招 看起來是有點困 不錯啦 這一次嘗試了很多新機制 一個是 小任務 就是我們之前講的支線任務 這個法術士就是支線任務啦 給了一個條件 給了一個獎勵 然後第二個是盜賊在這個版本有的秘密 第三個是做了比較多的機飛板等級的 鑑定算是一個 鑑定是你要打 你如果要把他放進牌組 你必須要想好使用 那抽到他的不同情況下 你要怎麼 情況去使用 然後最後一個是那個啦 啊我忘了 不是招募 招募是一個不行的 一個不有缺的 這個啦 交換牌堆 他們做了一些很酷的 做了一部分新 呃 新的 特 特別的 像雞飛板等級的各式各樣的效果 對交換牌 包含交換牌庫跟包含哪一個 金卡回來 112沒有戰而已不就代表只能combo用 可是真的有必要那麼多護甲 你有打過冰法的 冰法內戰的 的那個 寒冰還沒護甲是假的 因為 那個寒冰護甲都不會出發 你需 重點不是戰場能力 重點是你需要護甲的時候 你就是要那個血啊 對不然法師怎麼回血 法師現在是不會回血啊 法師現在打快攻 打快攻就是 加減回一波而已 法師最常現在如果對快攻最常見什麼呢 AOE可以打 但是還是被撞死 就這樣 就他可能可以把場面解完 然後到賊最後 像青王賊最後衝炸幾把隊友衝死 因為對面不會回血啊 打的血都是 打的血是真的啊 好 就這樣了 這個是 對於這一次排便 排表的 排便 排表的 到目前為止出到最新的卡片 對吧這應該是最新的版本了 應該沒有錯過什麼東西了 這也是最新卡片的評價 那接下來如果其他公佈的話 目前預計啦 這個小道消息指出 狗頭人與地下城 應該是12月7號 應該 應該是12月7號上 因為大部分的比賽都在這之前 處理或是在這之後很多處理 所以就期待接下來會給我們 什麼樣不一樣的衝擊吧 或者是 競技場的改變吧 不然我快要受不了 就這樣了 他還在睡覺了 好 沒人想看惡心遊戲 收起來 會有官方直播嗎 什麼官方直播 新卡上市喔 會啊 最後就會倒垃圾啊 會有最後一次直播嗎